死了都一样 但是亲众有别 你的灵魂呢 我们佛教讲中阴 就是讲灵魂 你的灵魂啊 是不是往生到佛国尽头 那就舒服多了 你到了地义 你就痛苦多了 不在于物质的表面 你要求什么 佛已经跟你讲了 在《心经》里面讲了 以无所得故菩提撒斗 因为你不能够得到什么 所以你才能够成为菩萨 菩萨就是因为无所得 他知道世间是无所得的 他可以牺牲自己为众生 这个才叫菩萨 菩萨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不是为众生啊 而是你抢众生的 你抢众生的钱财啊 你既然抢众生的钱财 那你能够怎么舒服呢 怎么能够舒服呢 你心里要懂得这样子 你的心啊必须要懂得制衡自己 不要贪求无厌 不要去贪求无厌 你能够让你的法事办得顺利 红法能够顺利 你见你的雷杖事 都是可以的 取之于众生 用之于众生 这是可以的 你取之于众生 用之于自己 不可以的 很简单跟大家讲 这些理论 这种理论 大家一想就清楚 你今天做了红法人员 你是在抢众生的财吗 还是用众生的财去救度众生 这一点要先想清楚 用众生的财去救度众生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抢众生的财 用在自己身上 是不可以的 这一点 请大家注意了 今天等于是在谈戒利 告诉大家 这个大力金刚 本身就是借利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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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